从世界历史来看,一个国家重要的官员和领导人,在年轻的时候,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,那么齐年老后理应得到很好的照顾和保障,这也就是现代各国的总统,从理,在下台后,还能享受到极高的待遇的原因,这是对他们的优待,也是对他们为国家做出贡献的褒奖。 这一点,即使是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,都是如此,总统去之后,依旧享受优越的退休金和生活保障,最典型,奥巴马下台都很多年了,但是现在至今享受24小时安保待遇,还有充裕的退休金,这是其基本的保障。 但是,这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,就不一定如此了。戈尔巴乔夫,当年那可是世界超级大国苏联的总统,但是下台之后,却是穷困潦倒,凄凉无比,这到底是为何呢? 其实,主要是三点原因。戈尔巴乔夫是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,那曾经也是叱咤风云,掌控世界局势的人物。 而根据苏联当时的老干部优待策略,像这个级别的人,那是能够享受到政府一条龙的优待的,不光有豪华的政府别墅,更加有全方位的安保和医疗,还有专机,专车服务,甚至生活上都有专门的厨师,司机等服务,可谓是非常齐全的。 但是,1991年苏联解体后,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享受到这些服务,其下台后住回了自己家,没有退休总统的特权,更加没有丰厚的退休金,成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,为此,很快就陷入贫困,为此不得不出书,演电影维持家用。 可以说,戈尔巴乔夫堪称是下台后最惨的总统了,还要靠这么老的身躯去赚钱养活自己,那么很多人不免会问,戈尔巴乔夫为何这么惨呢? 其实,主要是三点原因,第一,就由自取,从实际来看,一个国家总统享受到优厚的待遇,那么前提是这个国家还存在,能够继续运转,这样才有钱给你啊。 但是,戈尔巴乔夫把自己的国家苏联给弄截铁的,那么国之不存,毛江烟覆,你一个苏联的总统,国家都没了,谁又会给你优厚的待遇呢? 所以,这是戈尔巴乔夫就由自取的,自己搞好了苏联,自己晚年能不凄惨吗? 第二,看错了人,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宣布下台的时候,其实跟叶利钦也是有协议的,那就是叶利钦要保障戈尔巴乔夫晚年的生活。 在最开始的是,戈尔巴乔夫确实能够领到比较优猴的退休金,但是很快就没了,一方面是俄罗斯的困难,使得叶利钦不愿意花费更多的钱在戈尔巴乔夫身上。 另一方面,戈尔巴乔夫下台后,还不断参与政治,时常批评叶利钦的政策,搞得叶利钦那是十分的头疼。 为此,后期压根就忘了这位戈尔巴乔夫了,所以,这也怪戈尔巴乔夫自己看走了眼,不像叶利钦眼光就很好,看准了普京。 因此,亦利钦眼台后,依旧享受比总统还要尊重的地位,而戈尔巴乔夫只能是赫西北风。 第三,修克疗法。 本来,戈尔巴乔夫是有很多积蓄的,加上前期领取的退休金,其实,数目不算小了,能够保障自己的生活了。 但是,可惜的是,此后,俄罗斯搞修克疗法,这个卢布直接扁值几百几千倍,成为废纸。 所以,戈尔巴乔夫的钱和积蓄,基本上一夜之间没了,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。 所以,晚年戈尔巴乔夫那是极度缺钱的,连自己都很难养活,只能开始商业化,拍拍广告,电影,卖卖玉名,到处演讲。 谢谢回忆录,写苏联时期的书籍,已赚点钱了。 而现在年近九旬的戈尔巴乔夫,现在也干不动了,所以现在跟女儿住在一起了。 从这也可以看到,戈尔巴乔夫那是最惨的下台总统了,还是曾经世界超级大国苏联的总统,到这个下场,谁能够想得到。 所以,也是怪戈尔巴乔夫,如果苏联还在,他将是世界领导人。 但是苏联不在了,只能是凄惨收场了。 欢迎关注历史真相,每天为您更新新鲜的历史资讯。 不出门看天下事,参考人县,苏联的命运戈尔巴乔夫回忆录。